劳动教育在新课标独立设置的消息一出 中小学生、学做饭等话题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一时间儿童厨具也迅速走敲市场 近日教育部发布 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 根据不同学段制定了整理与收纳、家庭清洁、烹饪、家居美化等日常生活劳动等学段目标 从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课程内容包括10个任务群 其中一个就是烹饪与营养 虽然距离标准执行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不少家长已经开始给孩子张罗起儿童厨具 操作的性格挺好的 就是让孩子动手嘛 就是那个协作能力这块比较强一些 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安全问题 市场上售卖的儿童厨具究竟是不是安全 记者在电商平台看到 有不少儿童厨具套餐在售 从电热炉到不粘锅再到小刀菜板 厨房用具一应俱全 虽然商家表示 商品在材料感官要求等方面符合食品安全相关国家标准 但在产品名称处商家还是比较含混的标注了儿童玩具真实版可做饭厨具 儿童厨具到底是玩具还是厨具 专家指出锅具等厨具在所用材料需达到食品级标准 各类材料也要注意是不是用高温等使用场景 烹饪过程当中会有酸有碱 那么有一些化学物质 那么一旦接触了这些物质以后呢 会有一些金属的细出物 这个金属细出物呢 包括我们说的铅 鞏 铁 镍 铜等等 那么这些金属细出物当中 尤其是铅的危害是最大的 因为铅一旦进入我们血液当中 会引起孩子的血铅升高 因为血铅升高以后会引起宝宝智商发生改变 会引起我们智力的发育 那么同时会引起贫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据了解 我国目前没有针对所谓儿童厨具的标准 专家表示 除了关注厨具安全外 开设劳动课 重点不在用具上 而在于增强孩子对生产劳动 服务劳动的体验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技能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这在新版劳动课标准中也有明确规定 如在烹饪过程中 一至二年级学生要参与简单的家庭烹饪劳动 三至四年级学生要学会做凉拌菜 拼盘 学会蒸煮等方法 如加热馒头 包子煮鸡蛋水饺等 到了五六年级 则至少要做两到三道家常菜 还要学会设计一顿营养食谱